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宋朝光 一提起广东省 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 但是在早期广东省并不叫做广东 而广东是一个很后期才出现的地理名词来的 那么广东最早期的名称是什么呢? 广东最早期的名称原来是南海棍 回顾历史 秦始皇在公元前214年 派遣五十万大军停定岭南之后 就在五岭以南的岭南地区 设立了南海桂林以及杖郡这三个郡 其中桂林郡所管核的范围 主要就是现在的广西省 将军所管核的范围 就是现在的广东广西的南部的地区 以及越南的一部分 而现在的广东省 大部分地区 在秦汉时期 即是公元前214年到公元220年 在这四百三十多年期间 一直都是南海郡的管核范围 那是不是从南海郡就改称为广东省呢 那并没有那么快 在秦汉时期 南海郡成为广东省的代名池 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期间 广州又成为广东省新的代名池 话说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 当时掌管岭南的东吴政权 在岭南地区增设了一个广州 就将南海、苍湖、屈林以及高梁 这四个郡 劃归为广州的管核范围 由广州刺史所管核 自此之后 在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期间 广州一直成为广东省的代名池 不过要注意 魏晋南北朝时候的广州 是一个管核四个郡的州 管核范围相当大 和后来只掌管一个市的广州市 是名同而实意 是并不一样的 那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又是如何呢? 在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徐唐时期 当时徐文帝在公元589年统一天下之后 就将岭南的南海郡 匾为南海园 从一个大郡匾为一个小园 当然管核的范围 就缩窄了很多 唐朝时候就将广州 改称为岭南东道 广东是在徐唐以后 才出现的一个地理名词来的 那么广东这个地理名词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到了宋朝就将唐朝的岭南东道 更改为广南东路 而广东就是广南东路的简称例 所以是到了宋朝 广东这个地理名词才开始出现的 自从北宋初年开始 广东这个名词就一直沿用到清末 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的 在宋朝就称为广南东路 在元朝就设置了广东道宣慧时诗 在明朝就称为广东城宣布政史诗 在清朝就称为广东省 到现在广东省一直沿用到现在 由此可知广东这个名词 已经有了一千多年那么久的历史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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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